到新闻现场 就在各地开始出现返乡车潮的同时 在八八风灾当中 严重受创的高雄市纳马夏区 一年多来 当地居民只能利用西底变道来进出 不只颠颇难行 遇到下雨还会中断 好在新的变道在今天终于完工启用了 刚好碰上了过年 居民都很开心 吊车不停放置护栏 要在马路旁做好最后的安全设施 因为要赶在除夕以前 让八八风灾的重灾区纳马夏 有一条平坦好走的返乡路 有一条变道 抄到重新的就可以了 小林道那马夏的省道 在八八风灾时全被冲毁 一年半以来 居民都只能够行驶贴着 河闯的西底变道 不只崎岖难行 只要下场小雨 变道变桥也会被冲毁中断 居民得绕路台南嘉义 多花三四个小时车程 终于加高又加固的变道通车了 居民立刻开心出门买年货 也有人从外地载着一家大小 要返乡 不过变道尽头的这些部落 灾后至今都没有多大改变 重建的速度很缓慢 部落也希望这条更坚固的变道 能够带动部落的重建速度 最主要重建就是道路 因为道路好的话 那些钢筋水泥都可以用下来 那马下乡民也希望四月农产品 开始收成时 新的变道不会再被冲毁 以免他们的农产品又送不出去 公路单位则表示 新变道的奈红利 已从小雨提升到豪雨 但未来还是要新建新的省道 才能够因应更大的降雨 甚至是台风 记者王建村陈显坤高雄报道